咱们今天这期的主题叫 中国男女族的不同困境 一说中国足球 一下话题就沉重了 而且又说困境 想问问二位 在过去这些年感受到的工作上的乐趣 来自哪里 特别是让学日导 当2022年中国女族拿下亚洲杯 拿下让很多中国球迷 为之振奋的冠军的时候 与23年在世界杯和奥运会外围赛当中失利的时候 无论是赢的时候还是输的时候 您在比赛当中的 在执教当中的成就感和乐趣来自哪 看到队员的进步 当然了 肯定任何的一个教练员 都不可能说永远的成就 你也会有很多的困难 或者说 你觉得不是说很实际的一个困难 但是别人给予你的压力或者给你的困难的话 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热爱 我觉得 因为你从来不会觉得这些困难有了之后 然后你说我要放弃 可能会有瞬间有一丝的放弃 但很快会回到原来这个路子上面 你该做工作做工作 该去看视频看视频 该去准备去准备的一些训练计划 我觉得这就是可能当教练的乐趣吧 您说的刚才说 不是很实际的压力 而是会别人给予你的 外部给予你的 其实说心里话 在亚洲杯大家拿了冠军 其实从这个场面大家都看到 之所以大家都很兴奋 都很觉得 你看女洲拿了亚洲杯冠军 这么多年 16年没有拿到了 但是因为看到是说 中国女洲在场上那种不放弃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这就是说 大家希望看到 你看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努力去拼 但是其实说心里话 其实我们和亚洲的话 还是有一些差距 那就是说我一直和队员说也是告诫自己在说 无论是说我们拿了 不是说因为拿了冠军 说些漂亮话 我觉得作为教练员 我觉得不太会 就看到自己的差距 然后如何在这个差距当中 我们去一步一步往上走 那这一步不走 不一定是一步就跨到 那个你想要的这个理想的这个成绩 那肯定经过几年或者一代人 甚至更多的人去努力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一直在想的 但是可能 外界可能给你的决定 你应该是亚洲杯冠军 你们应该在世界杯上面能够达到 大家希望的那个成绩 既然去年赢了 今年也应该赢 对可能这就是说 人的心理期待是这样 其实也很正常 如果你前一年没有赢 第二年可能就没有人期待 就是这样 是所以说就是但真正的 很多人对目前中国女洲的这个现状或者的人员 有多少人可选 或者是甚至年轻的队员有更多冒出来的 就是大家都不是太了解 所以这可能就是不是实际的东西 大家就给予你更多的压力 比如说你只能赢不能输 可能有这样的 我们这个总体的这个 说男女洲 我们是真的是 现在也变得一起 要渡过这个难关 面对这个难关了 其实从90年代开始 已经有这样的埋伏在那边 就是人家都在赶潮 日韩吧 最近对吧 西亚都不说 包括你现在还东南亚 也都在上来 所以说我们应该从根子里面去做这些 那么我们教练员能做的就是 你给我这些人 我能做什么 然后我们的能力只能解决这个对的问题 其他的兄弟我们是解决不了的 你看人家日本 最近晚一个奥运会 他男大球吧 三大球都进奥运会 而我们现在就是女男女排进 对吧 足球男的你不用讲了 现在女猪也 您说的这个 尤其最近要反思的是 中国男男 我们的男男其实做的很好 嗯 那姚明就做的非常好了 对吧 但是为什么到大赛的去 那为啥都没进去 很想做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联赛真正的做好了 然后呢 这个都带好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经验做 其实是我们有很多投入的 大家喜欢的 其实是 但是我们真正有多少钱用来做 就是我们的基础建设 基地建设 清晋建设和联赛建设 这个上面我们不够 所以不够的话 你这个教练就很难做 就像 即使我们有现在的高铁能够开350公里每小时 但是你没有这个轨道给你铺 你在上面跑 跑不快 田里还没牛错 没错 对 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的水道 是吧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轨道 一个平台做好了 那我们做教练来做的以后就很轻松 但是我们现在我知道我们做教练 我们中国教练又做跌 又当跌又当娘 我们现在不仅是要 球场上面你要关注 然后你还得关注吃喝拉扎碎 还得关注一些其他的事情 是吧 那现在是 管理球队 我们开放了 但真正核心的东西我们没有进来 就像随着前面你讲到的 就说 我们你看看球员讲的现在 我们现在就是在外面一个半小时训练的 其实是吗 不可能的事情 人家在一个半小时之前之后 花了多少时间 一个半小时只是在这个上面 我抓住这个强度 是吧 抓住强度 我为了保证这个强度 我前面我要准备好 我后面我要玩个性化训练 个人训练 个别训练 否则你看西路这个 这个这个 腹肌还认这些宝质 对吧 人家欧洲人你看 进球了一庆祝一吐一吐 出来不得了 主导主动 主动划到了这个各种很难解决的问题 划到了我们的主题上 划到了困境上 这个主题叫男女族面对的不同困境 从女族开始说 我指导中女族面对的最核心的困境 从最基层的讲 就是要更多的女孩子能从事 低球人少 太少 低球人少 那些联赛的水平也要去提高 我们的对抗程度 你和欧洲比是没法比 所以这个 这个也要去提高 那现在我们相对来说 这方面要 要少一点 所以有更多的人去冒出来 大家有相互有竞争 那可能这个水平就会更高一点 因为水日岛去过日本 在日本踢过球 日本女族为什么行 为什么她在这个21世纪之后 一下能够起来 能够打到世界困境 世界亚军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 认清他们自己所 能所欠缺的东西 比如说对抗程度 包括训练的强度 包括一些和高水平比赛 这个方面还是做的还是比较好 之前的话 他其实日本从技术来看 其实不比我们要差 当时我们这 这波人都是田径出来的 所以身体上面 身体能力 对比他要对抗要更强一点 那现在通过他们的这些变化 然后培养更多的这种轻型体系 也包括有更多的人去从事 俱乐部或者是大学里面 那所谓的踢法体系都是一致的 所以他会有培养出更多的年纪 他的体系一致 对 也就是说人家足鞋的工作做的好 是吧 另外是不是日本踢球的姑娘 要比我们多的多 比我们要多的多 那我们现在其实清训下面 初中小的小孩踢球人也是蛮多 但是到了初中 当时也叫一个十二岁现象 一般就是到十二岁 到了初中之后可能就 一般就到十二 对对对 所以就流失了很多的 关键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把 一直把这个体育跟教育认为是一对矛盾 所以我们小孩一到十二岁 我们就就就学习去了 其实在欧洲呢 他们总觉得就是说 体育是一个最好的教育 对这个体育的认识上面 这观念上面不一样 所以就是欧洲做这个体育就非常的容易 非常他们他们也有困难 因为日本的这个体育体系和教育体系 它和美国是基本一致 它是所有的体育都在校园里开展 所以日本无论是任何项目 足球也好 篮球也好 棒球也好 川远三郎以前振兴过日本的足球 他现在在振兴日本的篮球 他用以前振兴日本足球那一套体制 完全复制到篮球这来 然后让日本打篮球的孩子也比原来多得多 这是刚才吴吴老说的 为什么日本南篮也能够打进奥运会 而中国南篮反而打不进奥运会 所有的一切都是给予他们在校园里有巨大的 这个实际上是人员的上的优势 他们参与体育的基数要比我们大得多 这个可能是我们没法跟日本去抗衡 欧洲呢 欧洲女足在进入21世纪之后 为什么突然间就起来了 欧洲女足靠的是什么 欧洲从小就喜欢体育 各种运动 我觉得参加比较多 现在很多欧洲的这种注册人口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 几百万人去 德国吧 一百多万女足 对 你看我们有技术多少 丹麦这个人口也很少 但是也要六十几万的人 女足注册 咱们现在注册有多少人 有一万人 不全 欧洲有庞大的俱乐部的基础 不论是足球还是篮球 特别是在足球上面 西班牙老牌的这个足球强国 像英国 像德国 我曾经去探访过 我当时给我感触的最深的一个事是 这些欧洲豪门俱乐部 他们一定要配置女足的坚持 我就想如果说中超的豪门 如果也必须要求要有女足 比如深花要有女足也在红口踢 男足在红口踢 女足也在红口踢 那这个上海 比如深花女足要踢比赛的时候 那个观众是不是就比现在能多得多 那肯定的 这有莫容置疑的 这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现在就碰到一个问题 当时一度中国俱乐部有要求 就是中超俱乐部 中亚俱乐部要带女足 那么也有过这样的 有这要求 后来就是不了了之了 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应该是就是说 因为整个俱乐部原来是静元时期 高屠陆阶段 那这点不算什么 那现在大家都要 就是这个套腰包 要套那么多钱 男足都现在也困难起来了 比方说女足了 在中国女足的发展当中 因为很多老球迷实际上是经历过 九年代 女足的这个辉煌黄金之代 铿锵玫瑰的时代 慢慢慢慢到了21世纪之后 看到这个女足端下滑 包括欧洲球队的崛起 包括日本队的崛起 反过头来有很多人在问 说中国女足应该走一条怎么样的路 日本的路能不能够复制欧洲的路 像你前面讲的就是我这个俱乐部要配 他们做轻讯做什么也很困难 但他们会拿出一定的资源 拿出一定的时间去扶持 去开发 去发展 这个轻讯方面的 包括女足方面的 那个时候其实他们也很模糊 到了就是00年以后 马上就不一样了 就说原来这个足球 这个体育确实是各个方面 他对这个人的发展 身心发展 跟人的健康发展 都非常有帮助 因为什么 就是体育有一个措置培养 这个是很难的 这个是现代人的最大的一位心理问题 所以他能在从这个角度 体育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练体育的孩子每天在面对赢和输 最重要的是 他知道怎么面对输 其实面对赢所有人都能 对啊 关键是怎么面对输 很多朋友都来问 中国女足在这个慢慢下滑之后 可以向谁学 坚持自己的吧 我觉得中国队还是有很多的 这种特点的打法 比如说两边的这个速度 中路的这个渗透 其实具备的 就像之前刚才说的 德国他没有之前 可能把自己的东西丢了 然后学了一些船接球 他效果反而不好 那现在又回到原先他自己的 那当然也要吸取一些 外面好的东西 那我们中国女足包括男主都我觉得都一样 就你再学什么 你不要丢你自己的这个特长的 有特点的 相信这些如果做好的话 我觉得还是中国队还是有很多的 中国女足的这个收入也一直是人们热衷 讨论的一个话题 我们不跟男主比 我们都在女足世界里边 我想知道中国女足的这个 包括女足定义联赛的运动员 她的顶级运动员 她的收入大概是在一个什么级米 前几年有一些非法的一个统计 所以说中国的联赛的这个费用 包括一些当然包括这些运动员的工资等等 其实也在世界上排到前景 就要看总资之处 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的女足的整个收入的奖 好了很多 甚至可能比有一些项目可能要高好多 要高好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 觉得钱 其实工资这些度 我觉得已经目前来讲已经不成问题 实际上这个回答 实际上是让很多观众 都走出一个户区 因为一直一说就这个中国女足挣不着钱 这个实际上看你怎么比 你不要跟男足比 当然不要跟男足的金元时代比 跟现在这两年的这个男足运动员比 也不好说 说实话 他们也收入也下降了很多 女足运动员跟全世界其他地区的 女足运动员比 其实还是比较靠前 必须要客观承认 这个男女足在商业价值上的这个差距 这个差距就是在这 但是男女足运动员跟女足运动员比 我们其实并不是靠后 有点像这个女兰 因为我就是干篮球的 很多的稳住女兰的顶叠运动员 是不是挣不着钱 后来我问他们 我说你知道那个 世界上最高水平的 WNBA的这个女兰运动员 一年大概收入是多少钱 明年二位知道是多少钱 是7到10万美金 一个赛期 WNBA 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女兰联赛 是7到10万美元 他们一个赛期 广告什么的商业令数 我说他们从球队拿到的收入 就是7到10万的 高于平均收入这样的 对 中国女兰的顶监狱女兰 可以拿到300万到400万人 是复备于WNBA的 这个顶监狱女兰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钱 不是钱 当然男主提到这个钱的问题 我觉得总是很惭愧的 拿了钱没做好事情 还没做好事情 那算是单族的账 单族再聊吧 有的时候有球迷觉得 女族的商业化成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人觉得 男主的商业化成问题 是吧 刚才我们问谁是这样子 最核心的问题 这边最核心的问题 是吧 投资人也好 是吧 老板也好 我讲的就是说 一直讲到一问 就是说 我说我们 呃 是俱乐部建设的 然后我这一步是俱乐部 所有工作人员的 我特别想问问 在金元时代 因为在我们外人看起来 那是一个极其魔幻的时代 然后运动员的收入 运动员的工资 顶到了让人无法想象的高度 让很多的外国运动员 都为之很羡慕 说实话 跟运动员的实际水平 确实这之间是有巨大的产业 您在这么多支球队都执教过 在您执教的队伍当中 您可以不说明啊 这个有没有运动员 他在拿到那个收入 那个级别的收入之后 他就再也跟过去不一样 作为教练来说 跟这样的运动员交流 我想知道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到底有多大困难 他突然之间 挣那么多钱了 他看待事情 看待周围的一切的方式 是不是从那儿 都发生了变化 包括他对自己的要求 他对很多事情的思考 从那儿都不一样了 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 所以我们当时 为什么要大派运动员 要大派教练员来管理 那么确实 那时候您在哪里 我那个时候 我从那个 当时在山东了 12年开始 13年开始 那个时候经验世界 当然我那个时候 我大概能想想是谁 对吧 当然这个运动员呢 确实也是 所以我们要讲到一个教育 就是你有钱了 那么怎么样去管理好 管理好这个钱 管理好自己 这很重要 所以说你有一点点问题 跟教练员之间的 跟球员之间的 他都会有五线的方大 OK 那么会出现很多情况 确实管理上面带来很大的 所以大牌教练来 管理可能能管理住一点 当时李匹来了 克森来了 克拉利来了 波瓦斯来了 等等这些教练员来了以后 可能对管理上面 那么那么那个时候 大家看到 16支也好 18支中钞也好 大部分都是我一 是吧 就几个可能保险队伍的 在中国教练 在说到这个中足球 怎么突破困境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刘洋 您感觉从教练员的角度来说 教练员是不是同样 也应该一个更多的 能够走出去去看一看 球员或中中节 应该更多的组织 这样的机会 确实是的 就是说从那个 我90年代在德国学习的时候 我们老实讲 把运动员送出去 但是那个时候 日本 韩国 土耳其 伊朗 包括希腊 这些所以足球不是很强的 他们都是派教练员 跟管理人员 到德国学习 因为当时德国 克伦局员从60年代开始 已经有这样的教练员培训 所以他是实际上最早的 所以说 他在整个欧洲的话 他有一套系统的理论 那么他对这些 教练员的影响很深 对其他的一些周边 就足球落后地区的 这样一些国家发展 就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对于我们来讲 球员出去很重要 很重要 但是他出去了以后 再回来 你要以这个教练去教他 他健身都比你多 你教练员没有他的认识 或者没有超前的这些意识 那你也带不了 也不行的 也带不了他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 经济条件允许 各方面允许 平台允许 就是双方的两条路 一走路 印度人员派出去 教练员派出去 当然教练员派出去 现在更容易一些 学习更容易一些 球员被禁食 你要在场地上 实打实地踢的 女足当然现在 再慢慢的 可能出去的球员 比男足要多一些 现在男足已经没有在 目前也没有在 武大联赛里边 踢球运动员了 是啊 但是女足还有 像我双 像唐嘉丽 李孟文 李孟文 还有几个人 在联赛当中 之前我看的一条消息 就是说 这些球员出去踢球的时候 中国渡协 还是给每个人有 大概有50万的 补助 不同的联赛的 这个级别 都不一样 鼓励人 确实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体制 国家的力量 因为你要知道 就是在国外职业 真正职业 没人管你 这个白天训练 完了以后 全部你自己管理自己 三个月以后 你自己租房子 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那么这些运动员 说实在的 走出去了以后 真正尝到了职业化 包括整个的成长环境 你面对的比赛的质量 训练的水平 都完全不一样 就让您感觉 我们是不是 还是应该有更多的 从预途上 应该有更多的姑娘 如果有机会的话 希望他们能够出去 到欧洲 到这个欧洲联赛 当中去踢球 包括这个年龄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男生 对吧 男孩 十四五岁 就已经去欧洲了 就已经去西班牙了 就在西班牙的底当中 去成长 他不一定将来 能够成长成什么样 但是他在那个环境里边 比在国内 发展 在国内这个环境里 他一定是每天 面对更高水平训练 和面对更高水平训练 他必然能够成长成 他能够达到的 最好的样子 咱们现在从女族 从姑娘们的角度来说 有没有这个往下的趋势 就是除了这个 我们现在成年队 我们有这几个姑娘 在欧洲踢球 我们现在有没有往下趋势 比如说15岁的 18岁的姑娘 我们能够把他们 这个临选出来 让他们有机会 能够更早的 到更高水平的 这个联赛当中 前几年 其实中国足协 也安排了一些 游二十游系列的 一些运动员 然后走出去 当时可能没有推进 是因为可能小孩觉得 出国 我很多 就专件 我觉得还是一个语言的问题 你如果说你 语言各方面 都能去讲 能够表达 我觉得这个 就对他后期的生活 包括训练 都是很有好处的 但现在来讲 慢慢的 也会越来越年轻的人 愿意走出去 我觉得这点 还是比较好 就通过这个 走出去之后 现在很多的人 愿意想到 海外去 一手锻炼 现在往下边 这一波看 比如说要在 未来五年左右 五年左右 猪女猪五 朋友们 这个下边一波 成长起来 他们现在 这一波的实力如何 那肯定是 以后的这些运动员 肯定比 现在运动员 更好一点 因为现在这个 年龄段里面 据我所知 应该07 08 现在是全国里面 是比较 因为也算 重点年龄段 有权业会任务 07 08年出生的 是吧 对 踢球人还是比较多 所以 而且水平应该讲 那时候是最好的 清训开始 做了最好的那段时间 他们赶上了 当时那个情形 比较好的一个时间 所以他这拨人的话 将来 如果说 很好的去规划的话 我想可能应该比 现在的这些人要好 各方面条件 那个认知啊 包括一些 周围的这个环境的 这个影响 然后之前都还是不一样 嗯 有未来还是可以期待 对 对对 对对 那么 接着